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社会建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拥抱健康人生 我们这一次爱与关怀的活动 慈善的活动 希望借助社会的正能量 来结合各界 因为包括文化界教育界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大家都能得到爱的关怀 希望社会稳定 大家都能共享幸福与安乐 在这场以吉祥有爱 无独有我为宗旨的缘由会中 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是中华国际嘎党巴佛教总会 特别将今年于嘉义灯会展示的 荣获世界纪录证书蒙古包 搬到会场供民众参观 走进蒙古包内 还能一窥环绕在边缘的千年古物 其中包含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 佛教设立子等珍贵宝物 让民众看得目不暇己 那么这有来自于 这个泰国皇帝当时送的 这个佛设立 那么也有 不丹文化部长送的佛设立 所以有斯里兰卡 身王送的设立 所以我们也有来自于 这个尼泊尔黄金打造的金塔 那么也有这个玉 玉打造的这个 那以前的古玉 展出的 只是我几千分之一而已 但是就已经全世界 在这样的同时 这样展示最多 所以来参观这些设立 你看到是全世界最多的设立 中华国际 嘎党巴佛教总会的总会长 伊尊慧吉祥大活佛 是嘎党派法王 总敦巴的转世 也是藏传佛教大圣法王 莲花细游金刚 所认证的大吉佛佛 受到慧吉祥活佛大慈大悲的理念 所以今天这一尊总图的目击 就从东南西北 十方世界就引起那么多宝物 珍贵 千年万年的 所以主要是来学习 主要他的当然那个爱心 大慈大悲 救护救难 所以他就一直在走 佛菩萨该做的事 我们要做整个基地教育的工作 里面会有教育的体系 包括佛学院 包括一般的大学 那么学校 那么有文化基地 那么医学 包括很多文化会结合 那么包括有旅游圣地 包括设立博物馆的结合 还有不同的文化的结合 那就非常好广的 那这个是将来 我要逐步的再进行的 慧吉祥大活佛 长期以来 走遍全台积极举办 各类公益慈善活动 他表示 嘎党巴是显密相容 弘扬释迦摩尼佛的清净教法 所以在推广宗教过程 不分彼此背景 就能将各宗教的精华 圆满地发挥在生活之中 而他的这份理念 不仅在台湾早已发扬光大 足迹甚至踏遍了全世界 未来更将在世界各地 持续绽放 嘎党巴是在整个 是国际性的 现在整个嘎党巴 最广大的团体 在台湾是我们最广大 我们在瑞士 瑞士在美国 美国也是好几个 我们的单位 在夏威夷 在纽约都有 尼泊尔现在是我们 最大的寺院 那这些都是要有 足够的能量 所以我们讲 还要去实践它 我们去年在 长农基金会也推动的 这个书画文化的推动 今年也在年底 也会再做 更盛大的展出 那么所以很多方面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就尽量能做 慧吉祥活佛在启动仪式 邀请民众一起上台 进行剪彩 顺利揭开活动的序幕 从7月7日 一直到7月29日 为期23天的公益园游会 现场将有歌手表演演唱 还能粘理创世界纪录的蒙古包 和纯金尼泊尔舍利塔 一场结合公益 人文和宗教的心灵之旅 诚挚邀请您一同上路 7月14号的另外一场开幕 那很盛大 非常多的贵宾 希望大家也来参与 那么希望你们都得到 幸福快乐的加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